大陸当然不会承认这是一种包袱性的行动 但是它的效果就是一种反制的行动 效果是一样的 主要的是中国大陆进口的饼酸 进口类的主要是来自于美国 那并不是表示说中国大陆自己没有生产饼酸 也有的 也有的 所以呢主要是从美国进口 那各位想想这个这么大中 而且中国是最大的消费市场 这么大的消费市场 而且主要的进口来源都是从美国 所以美国的业者 他们本身获得的利润有多高 一旦启动反取消 基本上中国大陆只要启动反取消 基本上都会立案都会成立都会通过 启动调查意思就是说 绝大部分都是要通过的了 那当然在公告的期间里面 美国的业者可以提出各种证据 或者提出各种资料 来证明他没有取消 他要证明 但是问题就在于中国大陆采信不采信 那是中国大陆来判定 一旦不采信的时候就开始克反取消税 反取消税可以克百分之四百多 他并不是说只克百分之二十三十 那是根据你的情节的轻重 那么对于国内的业者的危害性 伤害性有多大 对你本身的克的税标准就不一样 可以克到你根本卖不进一顿 进中国大陆 可以克到这个程度 那你想一旦如果说美国开始又被克反取消税 卖不进中国的话 那中国大陆本土的市场就巨大了 那其他的国家 他们的机会也就来了 所以美国没有的那些空补的市场 可以由别的国家来逮捕 或者是由中国的企业来去填补 那一旦失去市场以后 美国在这个部分要在重庆夺回市场 那难度就高了 因为他必须要价格降到很低 要能够跟中国的国内市场 或是跟其他的国家市场 能够比拼才行好 你想如果到这个程度的话 美国当然会痛啊 你不要忘了 美国在过去从来没有人敢制裁他 美光是第一家被大陆严格制裁的企业 他已经开始感觉到痛了 现在第二家 现在不只是第二家了 好几家是整个业者 他们开始在叫痛了以后 各位想想看 美国开始要感受到 你原来制裁别人 别人是怎么痛法 你现在也开始要感同身受 如果他马上提高价格的话 他马上就做死了 他是在起钱 对了没有错 对所以他不容易讲做 那个有惩罚了 对会有惩罚 然后接着就是惩罚性关税了 这个如果要比奢华 中国不会在这个方面来下功夫 但是用心在这个部分里面 中国是用足了心 因为我觉得习近平 因为他是国家主席的客人 尤其是刚刚过完百岁的生日 百岁人瑞 对对 而且他是担忧中美的两国 一直这样子恶化下去的话 那该怎么办 我觉得他到中国大陆来 到最后一个拜访的 那就是习近平接待 选择了这些调一台五号 那个调一台宾馆五号楼 这就是他们第一次 就是基辛吉来到中国 见了中国领导人的地方 对 所以这个是有回忆 半个世纪前 基辛吉破冰 然后以无比巨大的智慧 尼克森以无比巨大的勇气 然后在美国的那时候 对于整个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 那种巨大的那种 包括麦克什主义 也刚结束没多久 那种对于整个社会主义者 共产主义者 他们的那种敌视敌意 压力这么大的情形下 这两位的政治人物 然后他们用智慧跟勇气 那么改变了中美的历史 那这段历史其实 基辛吉也感受在身 所以他特别讲到 说谢谢你邀请我 到这个调与台宾馆的五号楼 这就是他当初到中国来访问的 第一个 他也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这个用心 对他也知道 所以他在最后的时候 跟习近平的讲话中 他是对于美国国内讲话 不是对于中国大陆 他说要恪守牢记 绝对不动摇上海公报的精神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就是 基辛吉赢得中国的信任 是因为他从离开政务 就官职之后 他没有向美国大部分的官 就是一离开以后 那么就开始讲那些 另外一套话 来台湾捞钱 你看庞贝奥一堆人 都一卸任 就跑到台湾来 讨这个民进党的欢喜 讲完了以后就20万 30万50万这样的钱拿了 然后就回去就这样过日子 基辛吉没有 他50年都不变 50年都不变的情形下 我觉得他获得中国大陆的信任 好 那在这样的一个安排中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奢华的话 那太过了 因为那些是用心 坦白说你说要花多少钱 没有花多少钱 台湾的军人军官 在美国受训的时间很久了 最早是飞行员 我们的飞行员 因为我们是跟美国接F-16战机的 那更早的不用讲了 那所以台湾到今天为止 都有这个飞行员 轮批的到美国的去接受训练 到陆克的空军基地 在那个地方也有训练 这个空中加油的技术 虽然我们没有空中加油机 但是我们的飞行员是学会了 空中加油的技术 也有在那个地方练习 炸射等等都有 所以我觉得美国在这个地方 共同学习 那除了空军以外 海军陆战队两栖登陆的也有 那后来再发展到陆军的 这样一个情形 台军在美国受训练有没有帮助 有 但是帮助会不会很大 不会很大 我只举两个国家做案例 美国在阿富汗 训练阿富汗的政府军 训练了二十年 整整二十年 给了武器装备都有 完整的教官 而且美军也驻守在那个地方 就是等于是手把手的 带他们去训练 结果训练出来是怎么样 连美军都被塔利班 打得落晃而逃 半夜就这样撤着 把那个美国的侨民 把这个北约的盟军 还有把这个伊拉克的当初 把阿富汗为美国作战的 这些人都把他丢在那边 还有一个地方最有名的 就是伊拉克 帮伊拉克的军人训练了十年 整整十年 结果被伊斯兰国的这些 散兵游泳 一打就打回十年前 北部的摩索 就全部都沦陷 然后最后是伊朗人民兵 进去以后才撑住这个场面 所以您认为美国的训练 真的有那么有效果 不过再补一点点 我刚刚看到那个画面 就您刚刚看到电视上有画面 就是耶伦到美国去的时候 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 伯恩斯在机场接待 耶伦跟伯恩斯握手的时候 那个也是这样子一直摇动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 他的惯性的 但是当他见到中国的官员 也是这样摇动的时候 美国人就受不了 那叫什么玻璃心 没有自信的时候 才会有玻璃心 你看没有 这样摇了摇 那是一个他的惯性的行为 美国过去造船业 曾经非常的繁荣 而且非常的强大 你看那个时候 日本偷袭郑珠港 日本的这个陆军大臣 他们认为说 这个美国一旦完蛋了 但是当时他们的海军大臣 就是非常有名的 那位三本五十六吧 可是他却知道 美国的造船能力很强大 在那个时代 结果果然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因为整个太平洋舰队 美军的几乎都被毁掉的时候 美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把整个太平洋舰队 重新再建造起来 这就是美国过去的辉煌时代 二战的时候 可是之后美国就逐年往下走了 雷根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战略错误 其实雷根表面上看起来 美国人对雷根很崇拜 可是雷根对美国影响很大 为什么 雷根那个时候跟前苏联 在军备竞赛的时候 船造太多了 船一下子造了太多之后 那么结果一下子就满额了 满额了以后呢 他们就没有订单了 没有订单以后 这些造船厂 本来一个西岸 就有十几二十个造船厂 后来萎缩到 据说大概只要两三家 三四家的造船厂 因为没有单子可以接 就越来越少 现在美国要再把造船厂 恢复起来过去的荣景 不可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第一个因为中国大陆的造船 在2018年的时候 按照美国前国防部长 所说的 那时候中国大陆的造船的 总量占全世界40% 韩国25% 可是到了今天 2022年的时候 中国的造船量 占全世界47% 第二名的韩国 第三名的日本 整个加起来不到中国 那各位想想 美国算什么了 美国也永远不起来了 因为美国无法比拼日本 更无法比拼韩国 那对中国大陆的造船工业 美国造的船 如果你既贵又不好 谁给你买吗 我觉得战略核潜艇 尽快地离开韩国 我觉得跟中俄的联合军演 展开有关系 对 这是在日本海附近演习 对 在日本海附近演习的联合军演 有防潜的科目 那有防潜的科目 其实对于美国 这一艘现成的火把子 我觉得这个对于中俄来说 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第一个它是核动力潜艇 非常的贵 那它每航行一次的话 都非常的昂贵 而且它基本上是很机密的 可是它现在已经露脸了 停在这个釜山 那你想对中国大陆 或是俄国来说的话 对这艘潜舰一定是一直紧盯着 就来得太好 对 来得太好 因为它已经告诉你说 我的地点在这里 接着它要下去了 下去以后要走到哪里 那当然我要去抓你 我觉得这个是 不管是透过人在卫星 透过反潜机 那么甚至透过反潜舰 例如说导弹驱逐舰 的上面的反潜机 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 如果我今天是中国大陆 或是俄国的话 我在联合军演 我一定会马上就抓这台 看谁能够捕捉得到 对 这个一旦捕捉到以后 坦白说这个是非常 极具军事价值的一个方式 也就是说你的声纳 能够吞测得到 这样的一个非常安静的 一个核潜艇 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来说的话 它要尽快地摆脱现场 因为不然的话被中国大陆 他们一捕捉到以后 它的很多的租源都被解漏了 我觉得在整个外交这个部分 过去美国在冷战结束以后 它是排名第一 它的国力排名第一 所以它的外交是全世界的 所以它很多地方 它不需要放重点在这上面 例如说南太平洋岛国 它就委游澳大利亚来帮它经营 甚至东盟这个地方 就委游日本来帮它经营 所以过去日本的影响力 都是比较大的 那非洲这个部分 那当然就法国 还有就是英国 他们来经营就可以 那它比较大的力量就放在 大国之间还有全球之间 可是我觉得现在对美国人来说 它已经面对一个最大的困局了 这个困局就是它变成是 首次的攻势了 防守 防守的外交 中国变成是攻势的作为 那例如说在非洲大陆 这整块 这整个板块非洲 美国跟法国的影响力 已经掉在中国大陆的后面 中国大陆目前排第一 然后美国跟法国排在第二 第三这样子往后掉了 那东盟这个目前来讲 就是势均立体 以中国列为优先 可是目前来讲 美国它现在要守住南太平洋 可是它越来越困难 因为它要支出的费用越来越高 它的外交人员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钱 没错 马少尔不是一直跟美国吹着要钱 那因为美国人过去就是一张嘴 就是我给你钱 但是实际上不见得会给你 但现在的情况是这些国家会逼得美国拿钱出来 会逼得越来越紧 那美国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因为以前我给你开空投资票嘛 可是现在就是你要说你不给我 那我就往中国这边靠 那对美国人来讲它的负担就越来越重 除了南太平洋岛国以外 还有就是这个加勒比海的国家 中国大陆也在扩大它对加勒比海国家的影响力 另外南美洲的影响力也一直在扩大 尤其是北的南美洲 像委内瑞拉这一带到巴西的影响力也越来越扩大 像阿根廷中国大陆影响就已经超越了美国跟英国了 所以我觉得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美国在外交方面它变成是一个首次了 您也知道就是一旦是首次的话 在外交方面它就越来越困难 因为公式的国家可以逐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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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 然后你首次的国家 尤其当你的政府越来越穷的国家 你的支出就会日不复出 而且会捉襟见肘 而且你一直过去常用开支票的方法 那你不对线那些国家就马上就转头 就往中国大陆这边靠 我觉得美国的难度会越来越高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 798 CTI 798有额外的折扣哦